老師怎麼看有這樣的一個電影 現在在這樣的一個氛圍 比如說像國民黨的立委 就會覺得有沒有搞錯 你不是拼觀光 也希望兩岸觀光 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那你把臺灣搞成 好像要變成戰場 你戰場怎麼拼觀光啊 老師怎麼看 很多人認為臺灣現在很危險 我也認為臺灣 這情況很危急嘛 對不對 但這個危急就要有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什麼 就前提是你臺灣發生了 就是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讓大陸被迫不得不使用武力 因為我們不會主動去發動攻擊 我們不會打第一槍嘛 但只有可能是大陸嘛 但是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大陸到現在 尤其這趟我看了很多大陸 至少他們在角色方面 色彩工作方面 還是有一些聲音還是蠻重要的 一些朋友 因為認識蠻久 他們就跟我講 現在習近平講得很清楚嘛 他還是堅持主張 這個和平統一的路 是不是 但雖然不排除 這個無力統一的 針對臺獨外部勢力 而且最近有22條 儘管如此 不到萬不得已 他是不會動手的 所以臺灣現在 你剛剛講得很好嘛 你要拼觀光的話 你要研究怎麼樣兩岸 能夠塑造一個 對觀光有利的環境 而不是把兩岸塑造成 一個肅殺之之地 誰來觀光啊 是不是 所以沒有 你快要打仗的地方 誰要來啊 我在這裡再強調一下 除非兩種情況 你臺灣宣佈法理台獨嘛 是不是 這次他們講得很清楚 除非臺灣作為美國 對中國 赫製中國 軍事也好 經濟也好的一個旗子 當成一個戰爭代理人 除非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是不會對臺用武的 因為他手上 他的手上的籌碼是很多嘛 兩岸實力非常不對稱 對大陸來看 他整個的戰爭假想 因為我跟他們解放軍 有一些智庫人士 我也跟他們談 他們整個戰爭的假想 他不是針對你臺灣啊 你現在你再軍備競賽 你再買再多的武器 你也沒有辦法跟14億 這樣一個大國 無法抗衡 而且他的軍事預算 超過你多少多少倍 對不對 沒有辦法 所以他的假想 你不是 他的假想是 一旦真的要動手的時候 你外部勢力會不會進來 或者你不進來 像烏克蘭這個狀況 你提供軍援 提供武器 讓爾倫斯基去打上 代理的戰爭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戰爭結果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俄國他要付出什麼代價 俄羅斯 那麼烏克蘭的結果是 怎麼樣 那麼美國也好 西方北約國家也好 他什麼時候會出手 或者他不出手 會採取什麼手段 他們現在烏克蘭戰爭 我的瞭解是 他們現在 他們也跟我講 他們在研究 烏克蘭戰爭的發展 而且認為 烏克蘭未來 整個結局的演變 會影響到中共未來 他對臺動武的情況下 的一個政策 他這個兵器推演 那我們這邊常常講 哎呀 美國不會出 出兵的啦 美國不會出兵來協助台灣 協防台灣 但是大陸他的想法 不是這個樣子 他的這個假定 scenario他的假定 是一旦你出兵會怎樣 他要做最壞的打算 而且說實在 我們研究美國戰後的一個外交的歷史 對 美國不是沒有出兵的紀錄啊 對啊 是啊 美國不是跟越南嗎 對 抗美援朝 他們叫抗美援朝 韓戰嗎 美國不是阿富汗嗎 阿富汗 伊拉克 美國是有出兵的紀錄嗎 不是沒有嗎 還有越南 只是出兵的結果 美國沒有一場戰爭啊 美國是光榮的結局的嘛 是不是 所以不要認為 我們要假定 我們可以認為 我們比如說很多男人 我們都說 你這個民進黨 你不要老是認為美國會幫你 美國不會幫你 可是在中共他的做兵器推演 他假定 他要假定會嘛 對 合理 所以 這裡面不要太有把握了 我覺得我們太武斷 美國不會來幫的 不是不會啦 美國不會出兵的 美國他不是為你台灣利益 美國會不會出兵的判斷 是按照美國自己的利益 美國兩次世界大戰 美國都是最後啊 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戰場已經搞得 一大糊塗了 美國沒有啊 沒動手 後來德國呢 無限制潛艇政策 一來美國認為 這玩意不得了 美國在出兵 出兵完以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美國又想回到理想主義 就為了剩十四點原則 搞一個國際聯盟 以為透過機鐵安全 就可以維持國際和平 結果不是啊 好 二次世界大戰 你曉得我們在 當年在抗戰的時候 我們用的武器都是鵝圓 都是捷克兵工廠 對不對 美國沒有啊 只有飛虎 飛虎有隊 什麼來幫忙什麼的 美國沒有出兵 可是你珍珠港 世界一發生以後 美國他要參戰了 所以美國不是不會打 就是為了他的利益的時候 他才會打 他會算嘛 他會算 那我們自己啊 我覺得我們政府 現在的觀念 我們要算一算 我們自己要算一算 是不是 你有沒有辦法來避免 變成一個 如何避免變成一個 戰爭代理人 不打仗的時候 你如何避免變成 大國在交易的時候 你只是一個棋子 好啦 就算你要當棋子 你要當代理人 你當然要付出代價 你又得到什麼東西呢 是 對不對 最怕什麼都沒有 對 什麼都沒有 那當然這個 講這個道理啊 我看也不大有人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多說無意 推出這樣的一個影片出來 到底是在 被戰還是在引戰 那顯然就是 顯然你是做 就你是假定嘛 你是你已經假定 把戰爭那個整個 那個布景 對嘛 你都把它 投射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對大陸來講 他覺得你在幹什麼嘛 對不對 我還是強調和平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你今天一直 台灣最近這段期間 有這一兩年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話題 一直環繞了這個戰爭的這個 對 對 可是我在 去大陸 有時候私下嘛 跟他們大陸一些 一些各個地方的領導啊 因為 到大陸很多次了嘛 很多過去他們都還沒有 提供上來 那現在都做了大官啊 有時候 日程多年了 大家都一起聊聊談的時候 我沒有聽過他們 談話的過程當中 都談那個戰爭啊 將來一旦戰後 不是這個樣子 真的不是這樣 反而他們要避戰 反而避戰 他們都談的最多 就是說哎呀 我們大家應該交流啦 交流裡面找到我們 怎麼樣能夠合作的地方 然後我們大家能夠 共同發展 那當然他早一點就是 哎呀就是中華民族復興嘛 那麼這個 也沒有跟我談那個統一啊 什麼談這個問題也沒有 怎麼可能他 他都沒有提的條件 都還沒有成熟嘛 都談怎麼樣兩邊 交流 不要越隔越遠 議員了以後啊 雙方面啊 尤其擔心 人民跟人民之間的這個 對撞啊就嚴重啊 那政客啦政府啦 當然他有他一套做法 但老百姓之間還是 這種感情不能比 都談這個問題